幾天前在新聞網 我們為大家談到的是 全國3C的通路大戰 我們看到燦坤大戰全國電子 今天呢 我們為大家邀請到劍興 帶我們來看進去燦坤 燦坤不久前的新聞 就是他們開始整頓旗下的餐飲 特別最有名的 就是我們講金礦咖啡 那幾家店呢 該休息休息 該重新轉型轉型 今天從這個決定的背後 我們看到 你不能忽視的 燦坤背後的女人 是 君相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一般都會覺得很奇怪說 燦坤明明是做3C的 可是為什麼 他會去跨足道到餐飲業呢 不只在跨足道餐飲業 他也跨足道所謂的旅行業 那可是呢 這方面這兩個部分 其實都不是太順順 尤其在餐飲業的部分 剛剛其實有提到 就是說金礦咖啡 他幾年前 2013年的時候 他把它介入了 介入那時候只有20幾家 他就迅速的擴張到70幾家 好 70幾家 當時還發出好語說 我要把它擴充到150家 可是並沒有那麼順遂 到最後就兵敗如山倒 那今年就忽然傳出來 就是說他裁掉了50名的 一個麵包師傅 然後也把他的那個店 也關了20幾家 好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讓他覺得說 你當時好好做3C的 明明還是3C通路網 為什麼要去做餐飲的部分呢 好 剛剛其實蔡總有講到一個事情 就是說喜歡嗎 爸爸買給你 那吳燦坤他同樣也犯了同樣的一個情況 因為他有一個兒子叫做吳宥申 好 那個吳宥申對3C不是太有興趣 可是他對於餐飲卻是非常有興趣 因為他讀的是餐飲 而且他曾經在日本的東方文化酒店 去實習兩年 好啦 那時候這時候燦坤 吳燦坤就會覺得說 不行 我一定要幫我的兒子鋪一下後路 我就買了金礦咖啡 好 那買了金礦咖啡 他展店就展得很快 這樣除外 他也開始旗下擴了幾個品牌 一共擴了6個品牌 而且甚至他那時候還在想說 他想要擴 一共要擴20幾個品牌 可是你知道嗎 這些品牌都表現得不是很好 而且都開始出現了虧損 好 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在今年8月份的時候 吳太太 也就是蔡淑慧 蔡小姐 她看著聯報的時候 整個打錢 她就說 她就想說 哎呦 這個怎麼會虧損的 這麼厲害 於是她就趕快去做一個 止血的一個動作 我問的是說 現在的總裁夫人蔡淑慧 看 事情不對 跳下來處理 我們今天就在錄影的同步 我們找到了燦坤的發言人 給我們這個回應 很快的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是週刊的報導 她說並沒有全盤的查證 她說事實上的情況是 吳燦慧前董事長 金賣喜前董事長 2006年就已經退休 不再介入整個經營的方向 她的夫人蔡淑慧 在這個是2007年 就幾個月前的7月24號 也辭掉了法人 董事代表人的職務 換句話說 現在整個公司的經營的 實務的操作 跟他們已經沒有直接的關係 所有的重大決策 是董事會開會討論決定 這個是來自於 燦坤同步一個最新的回應 來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不過不能否認的 蔡淑慧 也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董娘 她的出現 還有她的個人的 女力的展現 說一個比較白 如果沒有蔡淑慧 今天就沒有 今天我們看到 燦坤的版圖了 是的 應該我們看燦坤 叫做燦坤對不對 其實燦坤更適合叫做淑慧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一開始 你知道吳燦慧 她是出生在高雄的橋頭 她沒說很好 然後她唸的是南台公專 也就是現在南台科大的一個電機科 後來她跑到了亞航 去當那個什麼 飛機的一個維修師 因為她的工作非常的努力 她在25歲的時候 她拿出了5000元 她拿出了5000元 開始創立了一個鐵工廠 好 她創立了這個鐵工廠 就認識了她的太太蔡淑慧 好 她們兩個剛開始交往的時候 其實蔡家的人蔡家良老 她的爸爸跟媽媽 都不是太同意 因為蔡淑慧的爸爸是小學的 退休校長 這樣看起來 不說很有錢對不對 不好意思 結果人家他們在台南 還有在高雄一帶 擁有大批大批的一個農地 好 所以說剛開始 她也不是很看得起 吳燦坤想說 你這樣散吃散吃 看起來 看起來也不怎麼樣 可是吳燦坤的一個公眾努力 還有對工作的勤奮 對工作的投入使得 蔡家的那個那一隊父母親 就開始對她改觀了 好 那我們要說 吳燦坤到底工作有多努力 其實都不用說什麼 你看她的小平頭 就會知道了 我覺得那個造型 可以決定一個人第一個image 我跟你講 這個小平頭給人家 不認識她的 你會覺得這個人很幹練 很勤奮 很有行動力的一個人 是 你知道她小平頭怎麼來的嗎 怎麼來的 因為一開始 我剛剛不是說 她在開鐵工廠 鐵工廠最常有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你在那邊磨鐵的時候 那個屑屑不是都會噴上的嗎 噴那個屑屑 噴那個屑屑 你就有屑屑 本來講是不是 你就要戴一個工作帽 可是吳燦坤就覺得說 夠麻煩 很熱 在南部又很熱 我乾脆撿了個小平頭好了 好 那她就是為了工作所變 可是你知道嗎 她的小平頭讓她橫走日本 什麼意思這個小平頭 跟日本經驗有什麼關係 這真的是很有關係 因為她早期在日本的時候 在神戶 那你知道神戶 如果觀眾朋友 對黑道有比較了解的人 就會知道那是 三口族的一個大本營 然後聽說吳燦坤 因為都理著這樣一個頭髮 很多那種洗車場的那個 那個小姐或小弟 或者說火鍋店的那些小弟 看到分美清澈 她在想說 夭壽了 這個是不是三口族的人 所以說 人好好大大大 你要把你送的車做生意 不怒而威就對了 不怒而威就像你說的 她就看起來很幹厭 而且看起來很有威嚴 那也因為這樣子 不好意思 人家這樣子她去 她洗車都可以半夜 而且吃火鍋 又可以還送魚頭 你知道嗎 就非常好的一個狀況 聽到這個地方 我都看到了吳燦坤先生 在成立整個事業上 她的打拚 她的怒念 夫人 女力的角色在哪裡 其實我覺得蔡淑慧 她也扮演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因為吳燦坤 我們知道她是非常嚴謹的 而且其實她罵人 是毫不留情的 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中的這個 就是現在燦坤的董事長 叫做顏俊傑 你知道以前她當副總的時候 有一次吳燦坤對她生氣了 就跟她講說 你跟我滾 滾了就不要再回來了 好 這樣子 我問你 俊相 如果你聽到這樣的話 你是不是馬雄提辭成 不會啦 我跟你說 愛之聲則之切 你就知道 刀子口鬥不是 不是這個老闆 我對這麼久 還真的要走 問題是這個說明一件事情 那人說的就是頭頂 今天 有該責罵的地方 她不管彎的直接罵 哪有時間 還跟你胡胡笑笑的 是 可是蔡淑慧在這時候 就扮演一個角色 聽說她被罵完了之後 蔡淑慧就 就把她叫過來說 哎呀 你不要吵他 那個人就比較頭頂 他這樣銷魂燈 銷魂燈 你就不要理她這件事情 好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使得那一些被譴責 被罵的那些員工 大家都會被安撫下來 而且其實蔡淑慧還有另外一個柔性的一面 因為聽說她非常的也會幫 吳燦慧去做公關 我舉一個例子 聽說她常常不是 不是那時候燦慧的新聞很旺 就很多記者會去採訪她 她非常的記得 蔡淑慧都會記得說 每一個記者的一個喜好 因為燦慧不是在南部嗎 那北部的記者有時候就會想說 我喜歡吃你們台南的碗粿 或喜歡吃別的東西 你知道蔡淑慧不動聲色 就慢慢的把它記在 記在腦海裡面 隔沒多久 在遇到這個記者的時候說 我有幫你帶那些東西來 讓你吃這樣子 你看如果這樣子的話 公關做得好不好 記者會不會被她收服呢 好 我們看到了就是 吳燦慧就是老當耶 背後 成功男人背後的這個女人 董事長夫人蔡淑慧 她發揮了絕對女力來幫夫 不過蔡總進步要來告訴我們 當年吳燦慧 她在台灣搶下了所謂的3C通路王 要複製這個經驗 西進大陸的時候沒有想到 才是一陣風雨顛簸的開始 對 這個燦慧坐上了 台灣3C通路的寶座內 信心滿滿 揮金進入了中國大陸的市場 而且當時誇下了海口 什麼2009年以前 要開1000家的門市 而且第一年其實她做到了 開了100家 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一口氣開了45家 2014年就到達180家 過了100家了吧 中國前3C通路 看起來一變的光明 眼看就要成功了 但是吳燦昆 她說我在廈門生根了十幾年 我還有員工2萬人 但是做製造跟通路人 真的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她講廈門的這個經驗 2萬人大軍的經驗 就是她1987年西進大陸 去做代工王的那一段時間 代工那代工了 你現在是做通路 對 這個講對了 當時有一個禮止的高層說 很多門市的選擇 沒有經過仔細的評估 但是後來發現 那麼多的人潮 都不是買3C的 這個產品的消費主義 所以人潮沒有帶來檢查 對啊 所以你要用台灣 3C通路的經驗手法 要把它Copy到中國大陸 踢到鐵板 當地也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當時中國在物流 消費的水平沒有平均 所以你一下子 開了那麼多的門市 有一個後遺症 你的貨品賣不出去 都是積壓 都是枯塵 對 那不行 你必須要怎麼樣 你踢到鐵板以後 要踩煞車 所以你慢慢速度要降低 把營運不散的這個店面 你就要把它關起來 減少虧損 2005年7月6號 對吳燦昆來講 是人生最黑暗的一天 這一天發生什麼事 壯士斷丸 他把大陸所有旗下的三星通路 賣給了上海第一大的家店 我來講 我來講 跟著做做一天 小時候 有幾個人 我來講 什麼事 我來講 有幾個不少